我们昨天新闻里面看到小朋友啊 蛀牙结果呢蛀到后来蛀蛀蛀光了 然后整个满嘴是浓了 然后甚至呢还这个把下巴都给穿孔了 今天看到呢穿耳洞竟然可以穿到耳朵都少了一大半 这个软骨被细菌给吃掉了一半 医生怀疑说是穿耳洞的这个机器不干净所造成的 这名男大师的左耳看起来只有轻微红肿 其实他耳骨已经被细菌咬了一大半 一时动手术才把耳朵救回来 但是耳朵软骨已经被住了一个大洞 这里就住了1.5公分 全是因为穿耳洞惹的祸 有一些部分的脓会从后面这样引流出来 对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耳针不干净 为什么穿个耳洞这么严重 原来是这个男大师左耳穿了两个洞 一个穿在软骨上那个穿在耳垂上 隔天软骨上的耳洞发炎了却没有赶紧看医生 拖了十天变成这样 他的一些软骨已经被细菌有侵犯的状况 那部分那些坏死的组织都必须清除掉 那因为面积大概有1.5公分的大小 那之后呢因为这个范围比较大 所以这耳瓜有一点软缩的现象 在金黄葡萄球菌和绿农感觉的双重侵蚀之下 耳骨被咬掉了 医师怀疑是上耳中气泄不干净造成的 因为是软骨如果发炎的话就会这么严重 耳垂的话是一些软组织比较不会导致 整个耳瓜软骨都会发炎 因为软骨一发炎很容易就会扩散开来 医师说穿耳朵要避免穿在耳骨上 因为感染的几率比较高 突然耳洞穿到耳骨烂了 把赶尸蒙难大声吓坏了 周杰林嘉庆台中采访报道